公車開在慢車道 打起方向燈往右側 切過去後方有兩三台機車跟著 騎士們都嚇一大跳 紛紛緊急下車 還有人被嚇到猛按喇叭 被嚇到的騎士不滿公車 急切會嗨後面的機車 來不及反應很容易追撞上去 仔細看 當時公車司機疑似是發現 招呼站有人要上車 才會緊急往右邊靠 那位民眾也隨著公車靠過來 小跑步的要搭上公車 從畫面來看 公車經過招呼站前 站體周圍昏暗 雖然站體內有燈光 但前方還有一座天橋橋墩 司機視線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才會沒有及時看到招手的乘客 公車一開始就已經打方向燈 我覺得雙方都應該要離浪 本來是要右轉的 前方的摩托車它要右切 所以它又嫩住了 主管機關交通局也關心公車行車安全 提醒司機到陣前 都要減速慢行和打方向燈 確認後面沒有車子要超車 再切到外側 已經請豐原客運 要對影片中的司機加強教育訓練 華視新聞示範信息中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